而且是我实事求是讲 是我们的内线的证据 我们的成员的认识的人 就得到的一手的证据 就表明了 就是说这个团体 已经是这个什么雷雨之声 已经是里面有投机分子 去做仓轨了 已经去做仓轨了 明白吗 是昨天晚上我们的团队成员 打电话跟我说的 他们有人在那边参与这个活动 我强调一遍 你们搞这些公益 我们 我不是说我都派人进去 我都塞钉子进去了 没有 不可能我全都派人塞钉子进去了 但是说我总会会认识一些 是不是 这个什么西安的 武汉的这个什么南京的 什么是谁 我不会说的 你当然线下不会有人冒充啊 我操 你冒充的话就他给我打电话 对不对 你如果说一个逼 我希望就是说 如果你跟我认识 或者说你跟我认识的 我团队的核心成员认识的人 在各个公益小组的 不要装逼 如果有人站出来说跟我认识 叫他直接打电话给我 或者直接 就是其他人也不要相信他 也不要因为他跟我认识 或者跟我有什么交情 就觉得他就是更有话语权 或者怎么样的 他也不是什么钦差大神 他也就是普通一个成员 这个话扯远了 我要回过头来说这个东西 就是说 这个是标准的一种盘踞在华中地区 武汉作为一个负政治中心 里面有很多知识分子 大学 全国什么 好像大学生 本科生人口最多的 而且都是比较高档次的大学 他本来是工业中心 而且武汉啊 他有这个什么 民主主义革命的传统 你们吧 武汉 他是辛亥革命首唱意志的地方 武昌旗啊 他有很多当时 包括新中国建立的时候 也有很多这个 这个 这个湖北 就是在武汉这个政治中心 这个地区政治 区域性政治中心那边 活动的一些 那个 所以这里面惯常的 不是那个惯常 习惯性的 常常的会有 从其他 就是他 而且他本身 我刚说 他有好多知识分子 有好多学生教授 另外一方面 还有文人 在野文人 还有另外一方面 他有好多工人 他是工业重镇 他是个水运的一个枢纽 他说话 河南和这个 和这个 湖北 河南呢 那个反正就是说 河南河北也是运到这里来 对不对 长江也是运到这里来 是不是 他是个水运的一个 一个一个枢纽 所以他的工业很发达 然后他的那个 也是各种文化 各种这个 这个流域 不同流域的这个文化 全国各地的文化 汇集的一个地方 冲撞的一个地方 他的文化相对有点活力吧 但是内入性比较强 内入性比较强 对内交往的程度比较深的 依托性比较强的那些省份的人口 会一直是来往于这个湖北 那个来往于武汉 九省通群嘛 他又跟又跟这个什么重庆 跟什么三峡 又跟连着 对不对 就连过来的 又跟湖南 又又连着 对不对 湖南湖北 又跟这个什么 河南又连着 直接那边什么 就打过来的 是不是 又和闪南 我所以说 他是个九省通群 我的建议就是说 他里面工业又非常发达 还有传统的重工业基地 五岗我不知道 所以他无产阶级有传统 你知道吗 有这个传统 有一些这个 而且他 什么 好像当年去游泳 也是在那边游的 是不是 游泳也是在那里游的 我是在那边游的吗 武汉长江大桥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在历次的政治动荡 混乱当中 他都能够立即 就是全国或者彼此孤立 稍微能割裂的这个状况下 武汉都会成为一个 副政治中心 局域的政治中心 他里面 永远不缺投机分子 投机分子很多都是说 是和北京或上海的一些派系 有千词万里的联系 或者说一些边缘人物 他就跑到这里来 投效本地的一些官僚 或者说强力部门的一些势力 然后他也是在那里 就是形成一个勾兑 权力勾兑的一个状况 这个话说的已经是蛮赤裸裸的了 事实求是想 老实说这个这个家伙 或者他背后的就是说 这个金圈老毛左 金圈老毛左 那么在这个内陆省份 内陆省份 他还会有一些原教旨意识形态 还会有些影响力 为什么 因为他那个还是计划经济体制 残余比较深重 什么 计划性的经济 的那种 就是他讲这套原教旨 对他的利益 是有帮助的 你知道吗 他讲这套原教旨 利益对他的利益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他的经济活动的专官僚指导性 以及这个将死的计划性 他背后的盘 盘踞的那个利益集团 喜欢的一套 通过这套话语 其实是前现代 把马利宝主义的斗争方式给他歪曲成一种极为保守 极为前现代的一种 非常严酷的专制性的一种计划性的行政力量 指导一切的那种经济模式 他用这种东西来抵御沿海的经济省份的 那些就是沿海资本以及就跨国资本的一个入侵 在维护他的本地利益的 所以实际上他们的就原教旨主义的经济根源 是他们的地方主义 但他的地方主义是伪装成说 这个地方主义是我更有这个所谓革命传统 红色传统 更有这个什么计划性的 这种这种调东西 其实更有更有这种官僚决定一切的那种 官僚计划决定一切的那个那个底色 所以他就会盘去着一群这个老毛走盘就在那边 明白吗 他这样搞他有他他可以就是说 比如说省里面有多少多少个项目 他就说大家就弄这批文人就就鼓吹这原教旨 城市建设的时候承包项目 他就说沿海省份来的这个广东来的 江苏来的这个企业 虽然效率高但是不行 那为什么不行 因为我们这个更要怎么怎么样 更要怎么怎么样 他这个太资本主义了 但是背后呢他也是分钱说穿了 他背后他讲的自己那一套 他背后他替那些啊 是他本本土的一些盘踞的势力说话 那他妈的那里也是分赃啊 我操那你那你这个也不是汇集到的 劳动群众也不是按劳分配的 对不对 你还是按权力分配的 我操啊 那个他是个权力资本主义 那么他就会豢养着一批这种 这种啊比较清闲的悠闲的这些啊 左贡文人啊 左贡文人啊 所以左贡文人呢 他通过这一时一代清和性和金圈的一些 一些也一些投机分子啊 政治投机分子啊 候补政客了啊 左贡文人啊 也发生共鸣产生关联啊 发生共鸣产生关联 就这么有什么就货色嘛 他然后成立他的楼钱呢 就是说也是上面手手指缝里面稍微啊 省一点下来 给他点什么 他就会成他成了个什么企业吧 叫什么企业就是什么什么研究院啊 名字能叫研究院啊 什么人进研究院 研究院 哇靠你哪个企业可以叫自己研究院吧 都不都不应该叫什么有限公司吗 那他就可以叫研究院 那为啥呢 他有关系呢 或者说他这个本来研究院的那个属性是比较暧昧的 后来啊 国家统一明令要明确注册 确定他的属性的时候 他就按他我当企业吧 他这个企业肯定是主要的项目 他还有城乡市容管理的 我操他竟然有有可以 哪个企业可以干这个东西 去管理人家市容呢 对吧 那背后有人 背后那个人的手上的一些项目 让他去搞 搞到他的钱 他就能怎么样的 怎么分 我就不能具体 我也不知道啊 他就反正这个钱呢 下来就 怎么个分法了 我那边 那么这样的家伙呢 实际上他实质上就是一个 官僚资产阶级的政治前客 他和真正的 马克思主义练灵主义 这个 这个 我们的 毛主席的这个群众路线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没有任何关系的 年轻人绝对不能投靠这样的势力 年轻人绝对不要加入这样的 这样的团体 绝对不要和这样的腐败多罗分子 打交道 我在强烈变 我在强烈变 你年轻人就靠自己的 永远 你们这些年轻人 不要跪下来做狗 舔这帮老鬼的 难听点啊 真的是舔他们的那个 刺激他们兴奋点的 刺激他们兴奋神经的那个部位的 因为他觉得 卧槽 我这个我这套激进的东西这么多年没人愿意送死了 你们竟然送上门来给我做狗 给我做猖鬼 明白吗 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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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年轻人哪个不是家里面有有老有小的 你给自己父母卖命都不够呢 为什么要给这种人卖命 为什么要给这种人卖命 或者说你为什么一定要挂靠他们的名义 那你为什么一定要挂靠他们的名义呢 他又不是官 他又不是商人 他不给你政治地位 他也不给你解决编制问题 他也不能给你钱 给你很多钱 他只能就是说 我背后还有人 我我背后还有什么 我给 他给的东西很少 给间他平时租不出去的狗屁办公室 啥 你花个2000块钱 你们几个人 学生 你就算123456 就算你五个人 你你把你们 你这六个人把你们那个和这个老鬼联络上那个人 踢掉 那你剩五个人 你这五个人自己去打 去做家教好了 你去做家教 我不管你给小学生出中生做家教 你勤工俭学赚的钱 一个月你把你家教赚到的多出来的500块钱 五个人500块 那就2500 2500你租个房子 租个场地 你这啥都有了 对不对 你为什么一定要 卑躬屈膝给人做狗呢 了解吗 这个他他也不掏钱 他就是给一个他他妈租不出去的狗屁场地给你的 写个文件盖一个红头印章 好像你就有身份了 我在强烈那边 要确保自己独立性 要确保自己草根性民间性 不要给这种政治投机势力做狗 了解吗 你图审这个事 你肯定你六个人里面有一个小王八蛋 是老狗的小狗 把这个人踢掉 把他拉黑删除 不要再跟他来往了 就这个货色 你这个六个人或者你们这一群人里面 肯定有一个两个是那种王八蛋分子 你一个寝室的或者说哪个学校同一个专业的 都是就是那种舔到血腥味 就要就就就就就兴奋的那种政治投机分子 那么其他稍微还有良知的 还有真正的对主义的忠诚的人 把这种货色踢掉 直接拉黑 直接删除 直接把它开除 明白吗 他那不是理想主义 我再想一遍 他那种东西不叫理想主义 他那种东西就是要给 有有权力的人物 做狗 做打手 他背后 背后这种大人物 给这些小人物 下什么指令 你们其他成员根本不知道的 明白吗 背后 背后这个大人物 给这个小人物撑腰了之后 前面前台的这个小人物 人模狗样的 要要做爹了 又要叫其他人服从他了 又要就是用各种什么道德绑架 政治理想来绑架 其他的那些不明就里的外围的 或者说还有点理想主义倾向的一些年轻人 那看中的是什么 看中你身上有一个学生的头衔 甚至有一些学生身上有名校的头衔 看中的是你身上的良名身份 看中你身上有良名身份 至少你是清白的 你出去住旅馆 不要被警察查房间 那他就会怂恿你 去做一些违法激进的事情 他自己不去做 懂了吧 像这种亲客 以及他这种亲客 有关系的那种小王八蛋 他自己不会去做的 他叫怂恿别人去送死 他自己不会送死 因为他有一波一波的去 榨取别人的良名身份 做他的政治投机的筹码 了解吗 你们其他几个没有身份背景的 不认识这个老鬼是他妈谁的人 把那个认识这个老鬼是谁的人 以及和认识那个老鬼是谁的 那个小王八蛋的 那个核心的几个王八蛋 全给他剔掉 全拉黑删除 不要跟他们打任何教导 因为这种货色已经准备是做狗了 做奴才了 他看上去自己好像没有在做奴才 还有点动摇兮兮的 无非是上面没有给他足够的利益 如果这个上面他挂靠的那个什么 什么狗屁研究院 说你来做头 你都说了算 我给你的这个场所 我给你的什么 我给你资源 他就会里面那个 他那个小年轻就头脑一热 就开始俨然把他当个人物了 这种货色知乎上面有一个 叫做什么耀光 知乎上面就有一个 这个耀光他自己写了一个什么狗屁东西 被什么人民主权的那个什么网站 转载了一下 说他就欢呼雀跃 说我得到了认可 我得到了什么大人物的认可 在他那个知乎动态里面 就这样的奴才啊 就是这样的这个 卑躬屈膝的 这个整个脊柱都是软的 你指望这些人 你指望这些人 这些人真的那个什么 有一个革命性的创举 这些人真的有一个 坚真不已的这个历史使命 贯彻到底做梦呢 很容易被收买的 都是这种货色 太铁了 对于这个权利 对于这个 哪怕是一个外围的 失忆的 很挫的一个投机分子的 一点点这个背后的那一点点人脉关系 网就馋的了 你卑躬去去做狗 这个还穿个苏联军大衣 你配吗 你这是在侮辱 你身上穿这个苏联军大衣啊 布尔什维克当年 哪会去找这种货色 在侮辱 你所信仰的主义 真的是在侮辱 你所信仰的主义 我再强调一遍 布尔什维克会去 会在当年的沙俄去什么 投靠哪些失忆落魄的 什么 那种什么 就是 哇操 你懂的 you understand 失忆落魄的一些 一些一些政治投机分子 拉斯普京 类似的 布尔什维克 难道会穿个布尔什维克军大衣去找 那么拉斯普京的谁是谁 在下面的谁是谁 在下面谁是谁 他在这边张牙舞爪的 吊儿郎当的 不是因为他 他背后有个什么官方身份吗 不就是因为他能够提供点场地吗 提供点名义吗 提供点好像背面的大人物 实权人物的线索背景吗 他哪是因为他是一个 真的是一个实践的 马里毛主义者 这帮人的主要实践 就是做政治前科 这帮货色的主要实践 就是做政治前科 就是鼓吹他们那套 you know 他扒的只不过他出生在这国家 那意识一下底色是社会主义的 他就用社会主义这个底色来进行利益博博弈 搞斗争 我希望你们这小孩好好想清楚 我希望你们这小孩好好想清楚 我希望你们都可以退出 just quit 退出就行了 雷雨之声的 你们现在雷雨之声 弄的是不是那个雷雨 不是那个自然界里面的雷雨 你们中的雷雨弄的就是 就那个曹宇写的那个话剧 那个雷雨 你们已经变成这种雷雨了 你们已经软弱了 投靠一个那个 这个雷雨里面主人公叫啥名字 你们变成这种货色的 这是很可耻的 耻辱的 非常可耻的 我从来就说的 你自己独立的成立民意 到民政局去注册 赚了钱 那学生没钱 你先去学校里面注册社团 你学生没有钱 你就不要一天到晚 还要过上政治的生活 过上堵制生活了 做梦呢 你先自己 先顾好你自己的 不是要顾好你自己 不要你去 你先 你先不要 越出一个 你没有能力啊 你又不挣钱 你只能就 靠你的命啊 靠你的清白的身家性命去博啊 去跟这魔鬼做交易啊 只能这样呀 你有啥嘛 你说写文章 你们写狗屁文章 那麽小孩文章 文章生成器写出来东西 我的观点是一贯的 我的观点是一贯 我从来就说 你们自己赚钱 自己去成立 自己去有个名义 不要挂靠这种 居心否刺的 而且 这样做的人 肯定是你们团体内部有王八蛋 有小王八蛋 本来就是小王八蛋 这小王八蛋 本来就是那种 原教旨投机分子 本来就是他人生 就是很糟糕的 没有什么 正儿八经的一个追求的 然后就 搞这些原教旨 然后想获得权力的那种 小王八蛋 你们把你们小王八蛋 开除出去啊 速速把你们的小王八蛋 开除出去 速速要和 一定要快一点 这个东西你牵扯太久 牵扯太久 你完蛋的 我的建议就是说 你们群里面几个人商量好了 赶紧退掉 互相自己拉小群 退掉那个群 把那几个 就是孤立的 把那几个牵线 牵到这种背后 被老毛左的 这几个人给孤立掉了 拉黑 我再明确点 拉黑 明白吗 拉黑啊 拉黑啊 你们你们就把你们团伙里面的那几个发起这个事的那几个货色给拉黑掉 拉黑不了 他或者账号控制权都在他手上了 你直接退出 直接退出 声明退出啊 这个东西 你不要惹的一声骚你知道吗 这个东西你惹的一声骚的话很烦的 惹的一声骚很烦 因为你不知道他 他今天误色的这个 他明天 你明白吗 你们最好都公开声明 在你自己的这个微信朋友圈里面公开声明退出这个团体 因为这个他可能剩下来的那两个小王八蛋啊 剩下来那一两个小王八蛋就是和这个老鬼 他还要用这个这个名头团团团的名头继续骗年轻人了 你你赶紧退出 而且要公开宣称退出 因为他后面那些 他后面死因的那些毛雷毛的原教旨的那些激进投机分子 要去做什么事情 你控制不了的呀 对不对 你赶紧声明退出 不要影响你将来的 不要因为这种事情 就各别 就是判 牵扯到什么关系 我我失求是这样 他到时候他就是说要裹挟你们的这个每个人的这个名头 哪哪某某大学谁是谁 某某什么什么公司的谁是谁 某某大学谁是谁 某某某某什么 你你这个学校身份越好 他越越越越喜欢用 因为他又要用这个东西显得他好像他有很多精英啊 绅士非常壮的 小年轻就是说我我们当时我我当时去我当时研究生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公益活动 我不我我在我自己的人生经历里面我讲过 然后那个公益活动的发起的那个那个是我的学妹的啊 他竟然要和那个副县长要搞个什么传统的酿酒工艺的一个什么展示 我怕这里面有不安全的这个啊就不干净的一些利益交换嘛 啊然后我就呃联合就把它加空了嘛 我其他几个志愿者全跑了那那那些志愿者都清华的啊 啊这个复旦的华师大的交大的 你吧都是都是这样的志愿者还有 还有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学校的 然后我们当时呃把它踢掉了之后 也就是说不跟着他干了之后 我们自己成立了一个团体 并且我们是和参加过他这个公益活动的所有的人啊 同学和老师 以及我们自己注册的公众号 我们是写了公开写的那个公开信的你知道吗 我们写了一个公开信 就是要告诉 要告诉所有人就是说以后这个这个这个人 他和其他那些他和他的那帮搞的那些事情跟我们都没关系 我们全部脱离 要写一定要一定要写这个要公开声明 要脱脱离这点东西 明白吗 因为他他们就是说会用这个名号用这个名头 他们起手事就是说要宣传要鼓噪 他就说我这里有什么北大的 我这里有什么清华大学的 我这里有什么复旦的 我这里有交大的啊 这个这个排名不分先后啊 他就要搞这么一套你知道吗 然后就忽悠一些各本地的一些文化名人过来参加 或者说上海滩里面的一些公益慈善家过来参加 你看我去走吧 因为名校学生背后吸引眼球 但是我我不说他这里你们这里有名校学生 你知道你这里都是学生啊 都是身份清白的干干净净的 你不要给别人当白手套屎啊 而且一次性白手套啊 那就不一次性白手当你就当避孕套屎了 你不要给别人当避孕套屎啊 你干干净净的这个身份 你不要就这样就弄脏了 你要好好仔细考虑考虑值不值值当不值当呢 好好考虑值当不值当 我没有去那个那个学妹的婚礼 我去的是我的学弟的婚礼 我没有去我那个学妹的婚礼 我去学弟的婚礼 在学弟的婚礼上我见到的这个学妹啊 想想清楚啊 想想清楚 你们 我说了 团体的力量 团队的力量 一定要绝对的掌控在自己的手上 你们当中 一个两个这种 其实是内奸叛徒了 把你们的队伍 拉着去投效这种政治 政治前科投机分子的团 团伙的那两个王八蛋 就直接拉黑你知道吗 就直接 而且暴露这种人的投机性 暴露他投机性很简单 他妈的他 肯定是平时 夸那个鸡流网吧 特别喜欢夸鸡流网 喜欢看杨和平 你反正就是说 一定要和这种人 拉 就是 保持距离 不能这样搞的 要命的你知道吗 这个是要命的 要人命的 这是要人命的 这个我是严格意义上讲 是要人命的 因为他们他们这个 门清的这一套 他们这个门清的这一套 给你弄场所之后 哎呀那集体居住在那边 居住在那边 哎呦我操什么 他又搞各种培训班了 什么什么班了 哎呦 然后你是免费廉价劳动力吗 他各种洗脑你啊 你就在你这个人生比较有危危机的时候 就给你各种什么 不如你就跟着我干吧 或者一直在那边做义工啊 没有钱的 这个情况呢 呃 我是觉得 呃 人生威胁 不至于啊 人生自由不可能给你剥夺的 但是肯定会有头脑控制 啊 封闭环境里面给你洗脑 啊 封闭环境里面要给你洗脑 你们这学生 我再强调一遍 做公益 这个活动 就是说 我实事求是怎样 公益活动 没有地下性 它不是个地下秘密活动 没有地下性的 啊 没有地下性的 你的主要活动都是公开的 你做的事情 我们他妈的做饭是公开的 还直播呢 发盒饭也是公开的 就这个东西没有啥地下性 这个主要是一个 然后你挣钱 其实都是通过合法渠道挣钱 啊 公益不是说让你们去结成地下秘密 叛党的 我操 啊 你如果说是按照这种原教制马列毛的 这种指导 他妈要去搞地下秘密叛党 那我说了 你反正你如果认同我的路径的话 全退出来 全退出来 因为这帮王八蛋肯定会死在第一波 就这么简单 你不要以为他们搞什么秘密性 那种什么紧 紧密性 我操什么专业性 专业性 屌用 他绝对会死在第一波 我不说我要活在第二波 我们是要永远倖存着的 啊 我们这样永远倖存着 他们 而且这个死在第一波是完全没有意义 没有价值的 是为这些投机课做牺牲品 不是为了践行你自己的主意 你自己真的 你不会 你不会有你自己的这个 你你你这些学生 你下去你不会有你自己的这个独立的力量的 你明白吗 你不会真的和这个无人群众结成独立的关联 你你也没有办法 就是说你自己在经济上自主 在你的政治立场上保持一个自主 你完全就被这些老人控制 我说的难听点 他妈的八字的 我说的难听点 当年那个什么靠老人养老金 激动资金 15天攒了26万 这种丑剧不要再发生了 这个老鬼他手上哪里 也有几个钱吗 没有任何意义的你知道吗 就完全就是你们这些小年轻牺牲自己的清白 牺牲自己的这个人生未来 怎么样去给这些老鬼 他的野心啊也好 或者说他的一些幻想啊 一些念头念想也好 做一个非常 满足一下他们的内在的虚荣 你懂吗 满足他就是说 他觉得他还是个将领 手下有几个兵的你懂吗 他出去跟什么大老板 或者说跟哪个腐败官聊 吃饭喝酒吹牛逼的时候 他觉得他是个人物 这老鬼 你就七八个小年轻往那 他他他以后去找那大人物喝酒的时候 哎不会 不会要你们一块去吗 就是他们就玩的是同一套 吸收一两个核心年轻人 做他们的小弟 做他们的狗 然后再让这一两个核心年轻人去忽悠 啊摆出个平等来去自由的一个姿态 去忽悠一群其他的小年轻 其实那一个小年轻完全就是这些老人的狗而已 这些老鬼用他的养老金啊 他背后那一点点微弱的微不足道的人脉关系啊 他要演个大戏给自己的晚年生活 提供一些乐子而已 他们他没有现实的意义和价值的 因为这个东西群众根本不认同的你知道吗 没有群众要要参与这种屌东西的 你这妈完全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都不算的 小学生学生加上一些落魄的边缘化的三流投机课 带你这妈的搞西洋红你知道吗 演西洋红给这种王八的看 给这种老鬼看 美其命约什么什么老人带新人 老带新我操 美其命约什么啊 为这个革命力量增加新的这个胜利军啊 放屁 他他本身就不是个什么狗屁革命力量 他本身这种人就是当年的 他本身这种人就是正棍你知道吗 他没有自己的现实根根基的 他本身这种人 他是离人民群众很远的 他完全就是做政治前客的 他的钱都是从这个腐败堕落的一些 或者说一些 一些封闭保守的守旧的一些 腐败堕落官僚势力和这个地方主义的资本势力当中 加缝当中淘一点赏赏头 就这种货色 他这个前客嘛 清客前客 他本身是他认识几个劳动者 他和和群众打什么交道 他他们是不和群众打交道的 他就是一个他就是一个游离在建制夹缝中 都我不能说他建制内 他游离在建制夹缝中啊 生产一些文字啊 生产一些那种意识形态垃圾啊 就是人物尊敦的那摆排场的那种就忽悠年轻人的这种老的正棍 啊就是他唯一的价值就是没有价值啊 是就是没有价值没啥价值养老了 他就在一个编制 他本身可能就领一份领一份稍微多一点的养老金啊 那是因为他当年投校了某某个官僚派系或者怎么样的地方上的一个小的官僚派系啊 他有个什么以什么什么待遇身份退休了混个什么差事头衔啊 他有比养老金吗 然后呢晚年不甘寂寞还得发挥余热就煽动年轻人去下稿 啊 呃 你们这些年轻人随着这种腐败的就臣腐的力量起舞 这是你们耻辱 和他们沾上一丁点的婚心都是耻辱 那很可悲的你知道吗 这是很可悲的很可耻的 这是很惰性的一种力量 非常堕落的惰性的 臣腐的一种力量 论文大师没有见证的身份啊 论文大师的人脉关系非常的担保 你如果那个也算一个建制那只能算是一个外围民主人士的一个身份啊 都不能算是建制那身份像这种货色是直接投靠建制内的啊 他能成立这种研究院成立个什么什么院我靠 然后又哪个哪个那个小的小的地方派系 愿意去采购他的这些项目我给他钱养着他有笔杆子写点什么东西他跟什么哪个老交好和哪哪个老交好啊 这个都是非常臣腐的就是就是腐肉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前现代保守传统的当中的腐肉腐烂的流浓的一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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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 无论他惯自己这个什么马力毛的名号啊 还是惯自己什么什么的其他什么什么名号啊 中国传的文化的名号啊或者说什么什么啊什么商业研究会啊 反正我无论他惯以任何的意识形态的名号 我觉得这都是臣腐的力量 非常臣腐的非常臣腐的路云大师在卖蜂蜜啊 那比我好一点我我卖塑拉水啊 那我要讲的我我在还非常非常强调的你这小年轻看不到未来 你的未来也不是说这种货色给你的未来 你的未来是靠你自己去拼搏创造的 啊你自己用用行动用用用能力去创造的 哪怕你们五个人聚在一块一起去勤工俭学 一起去做这个一起去这个做小工打小工或者一起去这个做家教 你挣到的钱你自己花着你自己决定你这个饺子发给谁 你在什么场所你们自己当家做主不是非常非常nice的一件事情 那为什么要给别人做狗呢 你说我你那那你们一群人当中的那几个小头目 几个本来就是腐化多罗分子投机分子那些王八蛋肯定要狡辩了 说我没有给他做狗啊他不干涉我啊 他给你场所你借用这个场所 你去做了一些出格的事情要这个名义兜着的时候他就可以控制你啊 对不对啊 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嘴软 你你你们是独立自主的为什么要投告别人 你不你们这你们这几个人不都有手有脚 对不对你们这几个人不都是脑子里面有几千亿个神经元的 不是都是人哪都是活人你为什么不能独立自主 你可以去打零时工啊 对不对你们你们几个人自己租一套房子商住两用的一个商铺 商住两用的你就搞一个商住两用的一个商铺 你自己条件简陋一点 我说的哪怕你们说不住宿舍了 要自己成立一个什么什么你自己去 你条件简陋一点洗澡 轮流的去看人家他妈的把人家个体户过得很惨的 你们吃不了那个苦吗 你自己你不如你自己弄一个场所有一些例行的经营性的项目 修电瓶车都行说难题点修电瓶车要启动资金 那好了那你这妈的再怎么你搞个饺子馆搞个面馆 你现在没有工作嘛 现在你没工作你就你其实你也没有必要成立这个住一个场所 你没有必要呀 你们现在都是学生你搞个屁呀 学生你先想着怎么在学校里面成立一个社团 你先搞这个屌东西干什么 他今天可以给你明天就可以撤走 而且他给了你肯定是有代价的 给了你 这个代价是什么 跟他认识的那那两个王八蛋小头目 他就有权利 他妈的他说话就算话 我说这两个小头目一定踢掉 绝对有踢掉 不踢掉的话 你们这其他这些王八蛋 我觉得你们都成王八蛋的 你们都成叛徒的 他打着公益的旗号 我觉得也没啥 但是说你我是惋惜这小年轻 不要入魔窟你知道吗 这些小年轻入魔窟 他里面那些有关系的 认识这里面老鬼的那几个小鬼 里面的小鬼是不会真的牺牲他的这个政治前途 考编的资格去做一些激进的事情 但是老鬼和小鬼联合起来 就忽悠你外围的那些不明就里的这个傻白甜 那是有可能的 那是有可能的 你就是快点分开 快点离开他 揭露他 曝光他 把他定在耻辱柱上 这个这个东西呢 就不要对他留下 留下来 那他肯定就是家里面有关系了 或者说他那个几个王八蛋住一个寝室的了 他们自己有这个同学关系了 他们反正他们是一条忠诚链上的了 一条忠诚链上的了 那么这对于这种货色 你让他们自生自灭吧 那揭露揭露就行了 揭露之后呢 可以你可以向我们报备一下 到底是哪几个王八蛋 姓声名谁 那以后呢 我们的活动全都拉他们黑名单了 我们不会让这人 加入参与我们的活动的 这里面这个 和自己拉了几个年轻人 就立刻把把队伍拉到敌营里面去做狗了 这个真的是没话说的 我都没真的没话说的 这个完全就是说 就是 逼量为昌啊 昌鬼的昌 单人旁那个昌 这个逼量为昌啊 就又又量为昌啊 我没想到我的名头 我这个号召这个公益活动 本来是希望你们独立自主的去 自己挣钱 自己帮老百姓做好事 你要这个场所干嘛 你要这群人授予一个名义干什么 盖个红头文章干什么 给你套个颈箍子干什么 还不是就是你那几个骨干分子 要把忽悠过来这些人 赶紧变现成他在这些老鬼面前的 政治资本 说话的资本 还不是这里面你自己 小团体内部的几个 那几个所谓牵头的人 飘飘然了 要做要做要做大哥了 要有权力了 就你自己先浮华多罗了 就你这个雷雨之声的 自己的几个发起人 去牵这个线的那几个王八蛋 自己的浮华多罗了 已经是鬼了 已经昌鬼了 我说了 一日为昌 终生为昌 这个东西是很难回头的 很难回头的 因为他尝过这个权力的滋味 这帮王八蛋 他是要他吐出来 很难的 很难回头的 你就这就是 我说了这个难度 不亚于这么跳楼自杀 或者说不亚于 完全洗心革面 惰人 就除非这个现实 给他非常沉重的打击 他看到他自己所作所为 给现实造成非常沉重的 残酷的代价 他才能做出改变 否则你叫他改变 也就是说 我很明确的就说 你们团体里面的 有的发起人 他已经是完全 就是抛弃吧 就是不要指望这种人会变好 什么躲一二三 还有什么 这个什么 耀光 这种已经把他的命根子 都投效给那些老鬼的 做傀儡的这些人 你不要以为他们 他们真的 有朝一日会觉醒 要获得自己的独立性 要真的去 用自己的鲜活的生命 去拥抱群众 你不要指望 他们永远脑子里面转的 就是他的 怎么来忽悠人 骗人 作为他投效的资本 敲门砖 然后他可以混到那群老人当中 混点政治资本 他们永远想的是这种事情 他永远是想的这种事情 我再强调一遍 所以说你们团体里面的 你 你十个人里面有三个腐化 就把那三个踢了 如果十个人里面有五个腐化 七个腐化 那你其他剩下清晨的三个人 绝对就离开这七个人 不要因为你是少数 就害怕 觉得你错了 不 这个东西呢 一旦投靠这种货色 一旦心里面 萌生这种想法 又投靠一个这种老鬼 搞的这种投机 投机的前客的这种团体 已经这个人没得救了 我说了 这些货色不要救的 救他干什么 让他自生自灭 让他让他到时候 这个被这个老鬼煽动了 你把他去做违法犯罪的事情 那当然说 我希望民警同志 或者说希望这个 这个 法治的力量 可以阻止他们 去做那种 牺牲 劳动群众 过程群众 长远利益的那些事情 而就满足这些 家伙的这个 政治投机的一个野望 我不是说盼望 让他们去做 我就说 我们也没有什么能力 阻止这些王八蛋 做这种事情 我们唯一能阻止 他们做这个事情 就离开他们 不让他们又 转起一点点力量 由一下拳头转起来 五个手指伸回来 打出去 我再明确一点 我明确一点 就是说 你们不要觉得 你十个人 讨创团队里面 三个人 觉得自己人少 另外七个全那妈的 愣头心学生 要去舔 要去抱大腿 要去做狗 要做仓鬼 你觉得自己是少数 然后心里面有点 有点虚头伴了的 我告诉你 我这里有 然后他们那个Q群 一拉拉里 一两百号人 这种都是 就是说 这里面就有 就有那种激进投机分子 以人数 以人数 要要获得权利 你知道吗 就这种什么 大一大二的学生 妈的高中才毕业的 懂个屁 我靠 大一大二的学生 高中才毕业的 一点社会经验都没有的 就是 就是要饶个几百号人 做大哥的那种感觉 要装逼 就腐化多罗分子 然后装逼了之后 又要家里面 又有个谁亲戚 认识个谁谁谁谁 又去投靠 又去投校 你就把这个几百号人 以及骨干的鸡 十个人 七八个人 当成敲门砖 也不管了 反正我能做大哥 我能做大佬 我他妈能有权利 我有影响力 我这个大一大二的人 我就这么屌了 我其实很厉害 我其实很快就有女朋友了 就这种小孩 这种高中毕业一两年的 那么在大学里面 我就是这种投机分子 这种学生 就让他们自生自灭 就离开他 明白吗 他就是要装逼 他就拉个群 他也不管这里面人 到底现实能不能来 现实能参与这个活动 他不管的 他参与不了的人 他反正你只愿意加入 你妈的武汉周边 都加了群先拉起来 激进的锣鼓先敲起来 我就是你不知道这里面 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人里面 哪两个 或者哪三个 或者哪四个 或者哪五个 或者哪六个 是这种王八蛋 他如果是这种人的话 他整个团体 都是这种人的话 那这个团体就古得败了 就拉黑 所有这里面 几个草操人员 全古得败 他说你有几个不是的话 你躲在墙那边 你他妈的 你作为一个学生 你钱怎么没挣几毛钱 你想着想去给人家做狗了 让别人掏钱 让你 或者说你就 Cosplay 装着自己很激进的 很伟光正的 然后很 很怎么怎么样的 装着自己好像很 很很 很很 很纯洁的 理想主义的 然后让一些副歌 给你们打钱 让你们去下稿 我是觉得真的是 太可笑了 这太可笑的 就没有 没有工人会跟你们走的 因为你这种东西 这 这种东西就是煽动 煽动暴力 或者煽动一些激进冲突 然后你就觉得你们这很屌的 一天到晚发文章 装逼 一个赛一个阁 他不就是把金圈老左和他 这北京圈里面的高校的那些学生 一天到晚不就是被这帮金圈的 这老走贵的吗 洗脑吗 不就玩这一套吗 你又跑到武汉过来说 这里什么 可能的监管力量弱一点 你们又玩 神经病 我靠 那边 已经玩不成的东西 你这里还要玩 然后你们这五六个人里面 一两个人和这个老鬼 有微信号的 认识的联系的 哇操 什么名义上 什么 我操家里面人认识 选一个头儿出来 给他负责 其他几个人 游离了一天到晚 把这就跟那妈的恐怖分子 训练人一样 把你训练成恐怖分子 你唯一的道路 你们学生唯一的道路 就是要获得独立的 生活 生存能力 独立的这个劳 劳动工作能力 要以通过自己的独立劳动 获取 这个 啊 获取薪资 啊 赚到钱 你反正你们团体 一定要独立啊 一定要独立 然后 我在墙里面 学生也要掏钱 我前面一个视频也要说了 学生要自己勤工点学 要自己去打工 或者怎么样的 不能从自己生活费里面出 要从自己劳动报酬里面出 啊 学生只要出一半的钱 其他的工作人员 社会社会人 啊 打工的捞格 可以出这个 完整一份的钱 大家民主决议投票 不能因为你 妈的小头目 他妈的拉到这种 老鬼的关系 我操 就这个小头目就说了算了 其他人就偏向这个小头目了 明白吧 你们 你们 这个团体可以拉到这种 老鬼的关系 本身也是非常 违背这个民主决议的 应该是组织上 程序上是不过关的 而且你们没有组织 没有程序啊 你们这个什么屌东西啊 啊 我说 但凡愿意加入 留在那个团伙里面的 就已经都是投机分子了 就已经要做猖鬼了 就已经不要做人了 就已经要玩这个政治投机 这把戏了 小的人也政治投机的把戏了 什么 这个什么左翼地下组织啊 这个叫做失忆落魄的 游离在体制内缝隙 体制缝隙内外的一些 政治投机分子的 夜狐 你们不是成为什么地下 什么左翼地下组织的 你们哪有什么独立的 自己的 自己更生的生产能力 赚钱能力 你完全就是给这些老鬼 做夜狐的 我靠 而且这个老鬼 这样的老鬼 在金圈也有 他都是投机政客 他就是搞个文化身份 搞个文人身份 他实际上就是 体制内外缝隙里面 给那些有权有势的 或者说无权无势的一些边缘人物 搭拆拆球啊 瞧一瞧关系啊 当当说客的 穷穷门面的 联系联系哪个老领导 哪个老教授 哪个某老 某老 哪个某老 就这种货色 你们你们就是 你们这个东西狗屁具有地下性 没有地下性的 你以为这是有啥地下性 我实际就这样 你们搞这个东西也没地下性的 你们完全就是普通性 奴才奴才的奴才 这个东西就是说 你不具有任何代表性的 你完全是悬空的 你代表谁 你们只能代表某老 代表某某研究院 代表某某企业 你代表某个投机分子的 他的利益 你根本代表不了公认群众的利益 你这个理论和实践 完全脱离的 你就把送送水饺 那你 那你要和他们 你自己先要进行劳动盛产 你自己先要进行劳动经营活动 你自己先要和社会土壤相结合 对不对 悬在那边等着这些分子给你钱 我靠 你既然已经是独立的 那你为什么要他妈的撤走呢 为什么要撤走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去做狗呢 你是个人 你为什么要往狗洞里面钻呢 为什么要往狗屋子里面钻呢 你是个你家 比如说你是一个 举个例子 你是个住一个独立单元间的 那你为什么给自己门口弄几个铁栅栏呢 弄得你好像是个牢房一样的 对不对 你是齐天大圣 你为什么要搞个这么紧箍着往自己头上带呢 对不对 你是不是觉得这样你就安全多了 或者说你是不是觉得这样 你就家里面人能说不家里面人 你好像还没还没工作 就是找到工作了 还没毕业 就就就有单位支撑了 放屁 这东西 啊 这都他无非就是他在租不出去的一个场地啊 让你白朋友点 他也不想租出去 他也没有能力租出去 或者那个场地也是别人借给他的 他自己平时也用不到的 这些脱产学生这些幻想很严重的 很严重的 这里面这几个小年轻里面肯定有王八蛋 啊 到底是哪一个我不知道 啊 那我就说其他人不要对他抱有幻想 抱有幻想没有意义的 就直接离开他啊 批判揭露他 啊 但如果说你要 由于他是学生嘛 你可以 呃 如果他不违法犯罪的话 就是说 讲点情面啊 讲点情面 啊 不要暴露他的隐私 你批判揭露可以 他没有违法犯罪 那你不要暴露他隐私 啊 你就说这个团体的某负责人 信什么就行了 啊 信什么的某位负责人 啊 就揭露一下就行了 名字不要说 你们那个线下都对过身份证号的啊 都知道谁是谁的 我觉得学生 切勿以为搞公益活动就能够涉及政治 你们没有政治表态的资格的学生没有政治表达资格 因为你们的所有政治表达其实都是对于你们家庭的政治表达 我这样说的学生没有政治立场的表态资格 因为你没有在现实的利益关联当中做出抉择 你也没有参与现实的比较 就是和阶级再生产和你的阶级地位的一个成型啊 密切相关的一些劳动 你这些相关于你毕业了干干活干了三五年的 你就知道你这辈子可能注定就是这个这个这个阶级立场 阶级位置了 就是这么一个一个水准的啊 你学生你他妈的还觉得自己有某种幻想性 还没有经由现实这个洗礼 你意识到自己一定要成为某种阶级 比如说我一定会成为脑力无散阶级 他要现实的要你向你证明的 他如果不是现实的挫折 现实的这个职场受到的这个隐形天花板啊 或者说一些这个冲突啊 或者是这个办公室斗争啊 或者你到了这个工厂里面啊 一些现实的一些阶级冲突啊 你没有不会有那种觉悟的 你充满幻想的 这个幻想实际上是你父母寄托在你身上中有幻想 不是有工作才行 而是说你要在现实的劳动过程中 现实的一个这个和生产活动 生产实践生产资料打交道的过程当中 和社会各阶阶级和阶层之间的权力网络的冲撞当中 你意识到自己就比如说你们绝大部分人是不可能成为这个家伙的敲个二浪腿那个家伙的 你们绝大部分人成为不了 成为不了 你们阶级再生产 你没办法抵达那个位置 你甚至你们这些人想做政治前科都没有资格 做不了 你可能就无产机化了 你知道吗 那你为什么你无产机要给这种小自然的政治前科 自然这些附庸的这种前科 要要给他送死呢 对不对 要给他当枪使呢 他也没有给你们多少好处 不要把你的名义 把你们的这个关系依附在他身上 有的一两个学生有这种幻想的 百般狡辩 我说的很简单 你把他们的那个授权书撕开撕掉 好了 你这个事情非常非常简单 你这个头领 喜新革命 其实也很简单 我不说没得救 没得救是别人救不了他 他自己可以救自己 自己救自己的方式去把你们授权书一丝两半 然后公开宣称我们绝对保持独立自主 公开宣称不挂靠任何的 不挂靠任何的这种有这种政治投机性的这种团体 公开宣布 你这个事情别人救不了你们 只能你们救自己 学生的话 就是说你寒暑假去打打学生功 但是说这个工价 你要不要说你是学生 这工价你要和其他劳动者一样 要争取更高的工价不能去卷人家 一般的劳动者不能做工贼 哪里去打几位学生 就是说你擅长体力劳动的去工地上干一干 做好安全防护 不要像我们张超培 你妈的八字 他那个什么 角膜机上面的挡板都给拆掉了 用扭来扭去的来切东西 你擅长体力劳动是体劳动 你擅长脑子劳动 你做家教啊 就跟人家讲课啊 那我就是说我自己上学的时候 我去给人家讲这个私政课 有吗 毛盖课啊 给人家讲讲什么 呃这个 我甚至帮人家上过什么公司法的课 上过英语 就是给人家承认自考 教公司法 教英语 有吗 教毛盖 教这个什么 这个什么 教私政课 有吗 教什么历史课 啊我都教过 乱七八糟 我都教过 那一讲也是讲 我为什么 一讲也是讲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不停的 课件自己做 对不对 甚至题目都得给他们出好了 我不是私课 这哪是什么私课 我做学生的时候 去打打工 我讲什么私课 这种都是公开的 就是那帮要考成人自考的 他上的课 200块钱一个小时啊 我没有 我当时那个价格 我记得讲一次好像是 讲一次上午下午加起来六个小时 500块钱 好像是的啊 涨一次上午下午加起来六个小时 500块钱 你知道吗 在这个雷雨之声 你别烦了 你把你们那个什么授权书撕了 直接把这个撕授权书的视频拍下来 给我们看一看 就是你弃暗投名 只有一条路 就是把那张撕掉 然后把你们牵线的那个王八蛋 给我们拿出来批斗 牵线的那个小年轻到底是谁 他到底是什么家庭背景 牵这条线的 这个人拉黑 永远拉黑 就像当年这个是什么 这个 这个和谈的时候 要求把蒋某人 送上审判席一样的 就这么简单 你把那张授权书撕掉 你把那张什么挂号书 挂号协议撕掉 视频拍下来 原本拍下来 然后把你们那个牵线的 那个王八蛋 献祭掉 那你这个团体 至少在我的评价体系里面 算洗白了 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可能 没有其他可能 我再明确一下 这个东西也不要 不要不要浓错啊 这一点做不到 那就鼓得败了 那你这个团体 就我们就默认 你已经是做狗了 你就是 你就是 做唱鬼子了 默认就做唱鬼子 你四线城市 两小时100块 也不少了 你知道工价 一小时工价 有50块钱 不少了 朋友 工价一小时 50块钱 不少了 你 你去打工 那一小时工价 多少钱 18块钱 26块钱的工价 都算是梦幻工价了 你这个做家教 做两个小时100块 不得了的钱了 我所以说 你们学生 都有小赞 那一集信 就在于此 你但凡你上 上了个大学 考上个稍微好点大学的 去做家教 那都是下死人的钱 懂了吧 但是学生做家教 一次不会教太久 因为他孩子受不了 他不可能 孩子不可能 在你这上课 上8个小时的 所以学生 他那个价格 就是说 我专门跑一趟 去你家 或者去哪个地方 集中起来 线下受个 没有资质的是非法的 你坐在家教的话 也不会追究 那你跑到人家家里面 就坐在家教 一次就上个 两三个小时 拿个100块 150块 那可以 情有可原 对吧 那你可以多找几家 多找几家 你找个三五家去做 你找三五家去做 那你 一个月 一个星期 有那么三天时间 三天时间的晚上 是去 这样情况解释 做家教的 那你三天 一个星期 赚450块钱 对不对 我觉得 而且很多家家 他不会就 甚至都不是说 一个星期去一次 一个星期去两次 我觉得 做得好的话 一个月能够 挣个3000块钱 2500都能挣到吧 25003000块钱 那就在这种情况下 我只要求你们 如果说要 搞公益实践呢 学生的话 掏的半分钱 可能只要掏250块钱 懂吧 你如果说 你五个人做 一起做公益实践 两个是学生 三个是这个职工 社会上 已经有工作的成年人 那你成年人 每个人套500块钱 一个月 套500块钱 学生 套250 大家的意识权利 是平等的 意识权平等 那你攒起来 1500加500 又2000块钱 2000块钱 在这边都可以租一个 这个写字楼了 你知道吗 写字楼里面 一个小单间的 叫商住两用的 或者说 你就商住两用一个公寓 2000块钱 小一点呗 对不对 那你 你就实际上 你独立自主 你可以做一些事情了 you understand 独立自主 就可以做一些事情了 你要做家要挣钱 很多都是自己打印了 那个一条的东西 然后自己去贴的 我记得以前那种楼道里面 就会有一条 然后下面几个电话号码 可以撕下来 让人带回家的 你自己就可以去贴的 你说不允许贴在人家楼道里面 或者贴在哪个地方 那你可以把它做成那个传单 去人家小区门口去发 对吧 你这小朋友放学回家的时候 那你这个大学生 你就去学校门口 或者小区门口 去发给人家家长 说了解一下 补习了解一下 补习了解一下 对不对 你要做家教的话 你就这样 你就说把你的成绩 高考成绩或者什么成绩 你说你成绩差 成绩差 你去考虑体制劳动 成绩差 你补不了课 你考虑体制劳动 你餐馆当服务员 肯德基麦当劳 是不是 没有肯德基麦当劳 没有肯德基麦当劳 工地 总归你是个年轻的劳动力 你业余时间 打小工 总有这个能力的 总有这个能力 一般一本都难 你这边哪里 就我说了 我再强调一遍 你如果说你这个 这个供求关系 你说家教找不到 那人家劳动群众 年轻的 没有一本都没有 大学都没读过 高中都没上过的 那就不活了 你考虑其他形式的兼职 又不是我一定要你做家教 我只是举个例子 你去劳动 你在劳动当中用心 展现你的劳动能力 展现你的用心的这么一个态度 人家会尊敬你的 就是说他治好色恐 你很快就是说 你觉得是有价值的 你劳动者是很充实的 实际上 虽然你这个学生 不是正式工 或者怎么样 你钱不是很多 但是你很充实的 你觉得你在创造价值 你受人尊敬 你创造出来的东西 帮到别人了 是别人要的 不要 我说公益活动 不要沦为 这种 这些王八蛋搞的这种东西 我希望不要沦为这种东西 我本来说的 我没想到知道吗 我没有想到 我没有想到 这个这么糟糕 我没想到呀 我没想到 就牵线牵到 这种 这种原教旨 投机分子那边去的 真的是 这种 这里面这种牵线的 这种 有点糟糕 有点糟糕 你怎么还直接挂靠了 我靠 要命的 怎么能直接挂靠呢 绝对不能直接挂靠 你说你几个人过去跟他聊一聊 了解一下他们那个状况 可以 怎么可能直接挂靠呢 因为你知道他里面那种人是什么人啊 对不对 你就这么相信你们这个团队成员里面 一两个核心骨干的那个人脉关系吗 那王八蛋如果说要 要要要 要你们其他人去 去给他做垫脚石敲门砖 不要以为你们认识几天一起做 发发饺子 然后你们就是知根知己的兄弟了 或者说同志了 放屁 人性格斗 格斗皮啊 人性格斗皮啊 啊 那我我的建议就是这个 我我反复反复强调的 你们这些人 呃 他拿出这么多水果招待你们 又香蕉又是橘子的 哎呀我靠 你又 我你跑到我店里面 我没东西招待你 你跑到我店里面 我顶多一人请你们吃碗面啊 也是我顺手做的 啊我们 我们啊我们活动啊 是 除非你 反复三五次的参加我们的线下劳动 你才能加入我们团体啊 然后我们是不要 呃 比如说 我就不讲我这情况 我这情况反正我呃平时我也都跟你们交流过啊 我都跟你们说过哎 我我这没话说 我就是说没话说 好吧 小橘子我买不起啊 这种砂糖橘或这种小橘子蛮贵的 你知道吗